大家好 我是老胡 今天是good friday 是法定的节日 机关学校啊 公司啊 有些商店啊 都 关门 休假 这个good friday呢 中文给它翻成啊 寿难制 也就是耶稣 被禅兰的定的十字架上 按这个寿难制要翻呢 不应该翻成good friday了 应该是turbo day 但为什么要good friday呢 我的理解是 耶稣的死是为了 普天下的人赎罪 所以对普通人来说呢 得到了新生 得到了赎罪 算一个好日子 但寿难日说的呢 就是耶稣本人 当然不是个好日子 这么个理解呢 还说得通 good friday呢 这一天我可以理解成 妇女生孩子 对妇女来说 是个寿难日 是生死与无关的一体 当然对新生儿来说呢 她获得了新生 在每年的这一天呢 她们都是 happy birthday 都过她们快乐的生日 大家在过生日的时候 很少想到母亲 寿难日 呼吁大家 在你过生日的时候 应该想想母亲 应该怎样 孝顺自己的母亲 让自己的母亲 过得也快乐 观众们说嘛 这一天在加拿大 假日 大家都可以愉快的过好这一天 所以good friday 祝大家好好享受这一天 快快乐乐的过好这一天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过好日子的时候 别忘了那些为我们 舍风挡雨的 为我们受难的人 要记住他们的恩 我发现这个good friday 这一天啊 每年都不一样 去年是4月10号 今年4月2号 明年是4月15号 而且西方跟东方 这个good friday呢 也不完全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给留言 据他们 基督徒们就介绍啊 就说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 中国人就说的 人之处性本善 应该生下来是 心是善的 倒我觉得吧 人生下来 应该就像一张白纸 也不是有罪的 也不是 心善的 那么人后来为什么有的善 有的恶呢 主要是给这个社会 家庭的影响 很重要的 也就是你这个人 和什么人在一起 会影响你的一生 我曾经看了一个印度的电影 一个法官说了一句话 说强盗的儿子 还是强盗 那么这个强盗呢 就证明他这个话是错的 强盗把法官的一个小儿子 绑架走了 从小就培养他做强盗 后来法官的儿子 就成了一个大强盗 证明 人生下来 没好没坏 既没罪 也不善 善恶是后天决定的 有相同的想法 来给我个赞 今天是个阴天 但没说有雨啊 现在突然下来想 想摸摸雨 我们现在 不得不回家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